人家說行行出獎玩 順地咕嚇誰人知道 照片打完大小行 走對著相片的腳步 來去行啊來 難得來放鬆一下 竟然下大雨 還好有個庭院可以躲雨一下 人在唱歌耶 身為一個專業的主持人 隨身帶著麥克風 無力吧 愛情如是會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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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如在旋轉表達我的愛 你的味賴你的風彩 我抬眼給你無味的情懷 太讚了 我最初沒想過我走在這個鄉間小路 可以聽到這麼好聽的聲音跟音樂 所以佑騰現場鋼琴演奏 这样看来应该就是 我们这边随时都有 音乐演出演唱了 是 秉持对家乡回馈的使命 用最专业的音乐 赋予老屋新生命 让音符的跳动 疗愈人们的心 佑騰婚礼乐团李瑞宪 真的好特别 是啊 因为我们自己是音乐人 然后因缘际会来到这边 有这个咖啡厅的成立 那我就把我首学呢 就贡献在这个地方 那再来为什么我这边 没有秀上演出的时间 主要是要给来的朋友们 有一个不一样的spot跟惊喜 因为别的地方 已经没有像这个样子 真的耶 而且你知道世界上 唯一的共同音源就是音乐 音乐又可以疗愈人心 让生活更丰富 太棒了 所以我们来的朋友 就是可以在这边 聆听欣赏音乐演出 也可以来唱唱歌 抒压一下 这个部分呢 至于唱歌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以我们自己为主啦 因为你也知道 现在大家唱歌的素养越来越高 对 但是你无法去做控制 是是是 所以在这个 我们自己有两难之下 我很难去真的答应大家 我可以理解 但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有随身带麦克服的习惯好不好 所以我刚突然这样春天的唱歌OK吧 可以 我的声音OK吧 唱得非常好 哎呦太好了 这个就已经有那个职乐歌手的水准了 真的谢谢您 那我们这个 我相信这边应该是以乐团为主啦 对不对 那既然是乐团怎么会有咖啡屋的成立 这样子供来尾桃灯 那不然这样子 你时间允许的话 我邀请你留下来喝咖啡 我们还有一些点心呢 我来再慢慢来聊 不瞒您说 很久没有人约我喝咖啡了 哎呦 我当然留下来 我非常有这个同性 好 有这么沉重吗 没有啦 因为刚刚进来这个整个氛围 包括整个环境啊 然后因为刚刚桌上有这个饮料啊 我们的咖啡箱 感觉很舒服 是 对啊 所以当初献哥怎么会 你是做乐团做音乐的人 嗯 怎么会想要来弄个咖啡 哦 这样哦 其实是一个姻缘机会哦 看到我们自己 小时候成长的一个乡村 在卖这个老屋 哦 哎就这样子的我们 我跟我老婆就好奇回来看 嗯 就这样子 辗转了洽谈之后呢 就把它买下来的 哦真的哦 嗯 我觉得这要缘分耶 是 所以是我们那个家乡 土地的召唤吗 嗯 真的 这个是一种好像一种缘分的吸引啊 那不然你说现在应该在市区生活 大家应该都是高楼大小 对 而且便利都很习惯啊 对不对 它的点 重点是在自己的乡村 我才会有这种起心动念来看看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所以我这边有一张相片要秀给你看 这个相片呢 这是这里吗 就是在去年四月份我回来看了所有的 太离谷了吧 的原始的照片 为您介绍灵异现象 根据科学的角度来看 当然不是啊好不好 但我可能啊 这个地方 这个路过经过你根本不会进来好不好 然后你把它买下来了 然后就把它变成这么厉害 是 这个时间上呢 正是他交屋给我之后呢 我们也是在那边想了又想 结果后来决定留下他这个屋子之后 用了三个月不到的时间 就把它变成你们今天看到了这个情形 真的太强了 所以这个过程 说实在我盯整个整件的过程 其实真的人啊 可能瞬间瘦了一圈 真的 然后再来整个精神 这边耗费了好多的人力跟一些工夫啊 真的看得出来耶 因为我发现你留下很多他原本的结构 这么讲 他等于说90%都留下来 只有屋顶 屋顶翻修 这个是没办法留住的 是因为要原用工法 老的工法的话呢 他的成本会非常高 那我们后来就几经考虑之后只处理掉屋顶 那90%都是原来的台湾块木 还有这个竹子 这都是原来的元素 包含砖块 那我跟各位做个介绍 我这个屋子它是民国55年 55年 开始报房屋税 所以它 我已经把它泥人化 它是55年次的一个生命品 所以它现在已经 52岁 52岁耶 所以在今年的年底呢 12月2号 我是12月2号开幕 我即将12月2号要来帮他做一个庆舍 哎哟 刚好多少 是 我们的咖啡屋多少 就从这个相片看来 我们真正的把它注入了新的生命 在乡野间看到老旧甚至荒废的矮平房 可说习以为常 但能找到一个充满胜利的艺文空间 实属难得 显哥将故乡的老屋保存视为己任 并将其改造成视觉听觉 以至于连味觉都照顾到的艺文空间 讲到这里 各位就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吧 太棒了 而且我闻到很像的咖啡 这咖啡都是我们这边的现场吗 对 这边其实那个姻缘巧合之后呢 因为小孩提议说 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来开个店 我说 咖我们都是做乐团音乐 怎么会有去想到要做一个店面的一个想法 完全都不成 完全都不同条路 那就是小孩说 那现在大家一个休闲的流行呢 咖啡是一个首要首选 对 所以我们才兴起了那个 把它改建咖啡屋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很棒耶 平常虽然这边是乡间小路啦 但是又很好找 然后一进来你就是一整个放松 可以在这边待一整个下午都觉得很棒 现在的人就是急功近义 太无缘了 当然 如果能够有一丝悠闲的时间 找回自己生命的意义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享受 所以我们来享受一下生命吧 可以 松明 这个爱吃的爱吃的腰筛 请用 等一下吃这个酒店 对不对 我看很多新鲜蔬果耶 水果 松明是我们店里面呢 先吃香蕉 我们的店长的首推 这是我们卖的最好的 对 因为我们在食材上呢 我们一定都是当天 嗯 就是我们从市场购进来之后呢 那也都是人家献田 我们才去做水果的调理 所以这都是当季的水果 是是是 嗯 好用心喔 而且松明也很酥脆 嗯 好吃 是 而且配上我们那个当季的水果 是 我要吃香蕉 救救我们的果农棒 现在香蕉都掉了 很好吃 对吧 嗯 是啊 很棒 不仅仅是松明 连这盘吐司都这么漂亮 而且连饮料都这么精致 绝对是放松身心 还有拍照打卡的好地方啊 这里不只有甜品 如果肚子饿了想来点正餐 这里也有老板娘亲自料理的套餐 可以享用喔 啊 在这地方真的很舒服 正所谓就是灯光美 气氛家 然后又有好喝的咖啡 还有这个品尝咖啡香 加上好吃的松饼 享受人生 对不对 而且呢 将音乐注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真的是不虚此行 嗯 很棒 谢谢 我们的音乐达人憲哥 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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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录好了 OK 终于有够累吗 憲哥我可以唱歌吗 可以啊 点歌喔 漂亮啦 今天没上班 唱歌 唱歌 没有时间表的音乐演出 也意味着要你摆脱条列式的规律生活 静静的等待音乐声响起 然后你只要沉测 然后你只要沉浸在里头 找个时间来玩玩吧 体验一下乡间的新鲜空气 配上最新鲜美味的佳肴 暂时忘记忆生活上的纷扰 充电一下 今天的 就在悠扰的歌声中结束咯 我们期待下一次的相见吧 好